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 无上圣身为妙法 百千万解难遭遇 我今见魂得寿池 愿解如来真实义 欢迎接受大家 阿弥陀佛 我们翻开课本 211页 这里讲到四种修行方法 秘乎于根门 饮食之节量 勤修勿于家 依正知而住 就是吃饭的时候 睡觉的时候 跟平常的时候 我们应该要怎么休息 现在讲到 前面讲到平常的时候 要正知而住 秘乎根门 现在讲到吃饭的时候 饮食之节量 倒数第一 对于出家众 依赖施主 依赖起食而生活的 这是特别重要的 他说 生在人间 为生理所限制 饮食是免不了的 缘由便无法生活 所以佛说 一切众生皆因死住 我们先来探讨 在这个世间 是不是一定要吃跟喝 如果不吃不喝 是不是一定会死 是不是一定活不下去 应该是这么说 大部分人来讲 绝大多数的人来讲 不吃不喝 肯定是会死 人只要七天不吃 那么可能就 会有生理的事情 但是对于特别有修炼过的人来说 可能也不一定 像印度有一些瑜伽士 或是古代中国道家 那基本上有点 也就是我们说 不死人间阴谋 就是有一些他可能有修炼过 他不一定特别需要 这个世间的这些东西 那有一些入定的人 他也可能好几天 他都不用进食也没关系 那我们看很多动物 他还是要吃 但是他可能很长一段时间才吃 那如果你都不吃不喝 是不是有办法 有办法活下去 那当然 从科学来讲 这个是 如果你人不吃不喝 那是不可能活的 但是 是不是有例外 而且就是说可能 可能 可能 可能是会有的 所以说 即使不吃不喝 有没有可能 就可以滴下去 那因为我们 基本上 吃东西 只是要把东西 转换成的量 那如果我们不需要 透过食物 我们就能够获得能量 那有没有可能 这个也有可能 就是也是有可能的 不过我们现在从正常的来讲 就是说 你活在这个世间 所以他说 为生理所限制 就是我们这个身心 基本上 他就是要 需要营养 他才能够活下去 那其中一个最重要的是饮食 那是就我们这个欲戒来讲 那其他的类的众生 是不一定的 不一定 那 像 恶鬼道 他有一些根本就没得吃 但是他也不会死 那 社界无社界的众生 他也没有吃 但是他也不会死 有一些是禅略为止 那有一些是 逆世死 他 逆世死 逆世死而已 他也不会死 那这个是就我们 所以他说 生在人间 就是我们这个人世间 那 基本上是要吃的 要喝的 那 他说没有便无法生 就是你活不下去 那 所以佛说 一切众生皆依死住 好 那么这里的食 不一定是饮食 那么这里的食 一切众生皆依死住 这里的食指的是 能够让你活下去的 那个就叫做食 那一般来讲 那么这一切众生 他指的是三界六道的众生 一界色界无社间 那我们知道色界无社界的 所以他根本就也不用饮食 就是一般我们讲的食物 但是他还是说 皆依死住 所以这个食 基本上就是 就是让你生存下去 延续你生命的一种所需 就是你生命之所以能够延续 他主要的来源 就是 那主要有四种 一般我们讲四食 一就是叫断食 那有时候叫出团食 这个团就是一团两团的团 出团食 出团食 那这个罐食 这个就是我们一般的食物 面包啦 饭啦 菜啦 我们需要把它咬碎 然后吞下去 这个叫做出团食 就是我们一般的饮食啦 一般我们吃的东西啦 那第二个 第二个就是 猝食 猝食又叫做 细猝食 这个是粗 这个是细 细猝食主要是 那一天给你们讲 就是我们的感官 那么他有所谓的可异处不可异处 那主要是可异处 比如说洗澡 按摩 休息 你走累 走路走到很酸 坐下来 那累了 躺下来休息 那这样都叫做细猝食 那洗澡 按摩 那这个会让你比较好 那这个是猝食 它也是让你 可以 身体 维持 在一个比较良好的状态 那你能够 能够 能够活下去 生存下去的 那第三个 叫做私食 私食有时候叫意私食 意私食 那么它基本上是意愿 那就是生存欲 你导师来讲它是生存欲 是 你想要活下去的希望 或是种族延续的这一种观念 也是一样 它是一种生存欲 那么 如家讲 哀莫大于心思 就是不想活 那么这种心 这种也会让你 就是 不能活下去 那么这种 这种是私食 那 这种是三界六道路有的 第四个 叫做私食 私食这个私 就是我们讲的有取私 就是 直取五命真心 的这个私 那生命的存在 一定要有这个私 不可能没有 那无色界 它就是只有私 非小非非想 它只有私食 那 这个在私食 在禅定里面 那个喜乐 没有 这个处 禅定里面的喜乐 也是这个处 那 私食是生存欲 想要活下去的欲望 好 那这个事食 是所有的一切众生 都有的 一般我们讲 没有了这个私 不止取这个身体 那么它一定是死掉的 所以受暖事 就这个私 好 那这个叫做一切众生 皆于食住 这个食 食的范围是 这四种 它不但是 这种而已 它不单单 只是饮食 就是我们 我们的面包 汤 饭 果汁 这些 不是只有这些 但是就人世间来讲 现在是讲这个饮食而已 那一切众生 皆于食住 它指的是这四种 因为色界无色界 它不一定有这个 但是我们现在讲的是这个 饮食之节量 讲的是这一个 但是一切众生皆于食住 不是只有指这一个 所以我们这里要稍微分清楚一下 就是一切众生皆于食住 不单是指饮食 但是这里 只是指这个饮食 所以它讲人世间 为这个生理所限制 那么 但依赖施主 依赖施主而生活的 应该施养到 饮食是维持生活所必须的 不可在美味上着想 落下咽喉 还有什么美 那么在家人为了物资的取得 保存 就是发生了种种的苦难 就是你要很辛苦 辛勤的工作 那么才能够得到这个饮食 那么我们现在是得到钱 然后用钱去换这个饮食 或是以前的人是以物易物 然后我工作的东西去换这个饮食 我也许盖房子 我也许做饮 做饮饮 也许什么 然后去换这个饮食 那么我们现在是去换个钱 钱再去换饮食 是这样 好 那时候说战争也大半是为了这个 那很多战争是因为我吃不够了 我吃不好了 那么我就去抢别人的来吃 那现在施主为了福德而失守 那就是施主所得的饮食也是辛苦得来的 那现在他把他辛苦得来的 那么辛勤工作得来的 那么这个可以让他 可以让他过得好的生存下去的饮食 不失给你了 那么你应该要好好的修行 报答施主的恩德 所以饮食 他老师这里讲了几个 一个不是为了饮育 那一般来讲 其实是说不是为了重情玩乐 那就是饮育是重情玩乐里面的一种而已 就是因为 因为一般我们讲保暖施饮育 其实就是你吃饱了 喝足了 基本生活够了 就是你基本的需求满足了 你就会想额外的 要做什么要做什么 那么这个是重情玩乐 那也不是为了让自己肥壮 就是比较 因为以前的人比较没有得吃 所以吃肥一点基本上 就是可能比较保险一点 那么永健 那么无病或者长生不老 更不是为了面色红润观眼 那么 经典里面讲到 有形容到 这个我们吃饭 不是为了要颜色 不是为了要气力强壮 不是为了要好看 就是 但是 并不是为了这些 那 只是为了要怎么样 要活下去 那么活下去做什么呢 那么所以它是为了短暂的生存 那么维持营养的需要 那么 活下去做什么 活下去当然是 要休息 要休息 不致因饥渴疾病 而苦恼 那 身心有力才能休息 出离生死 最重要的就是 为此饥渴修饭恨故 经典里面它是这么说的 为此饥渴修饭恨故 就是吃 只是为了让我们能够活下去 活下去 我们才有力气休息 让我们没有变 如果有变 那么明显没有力气休息 主要是要这样 如不知皆量 贪求不厌 假设 那么 你对于这个饮食 它的宗旨 那么你不知道 它其实 它的宗旨是什么 就是我们为什么要吃 那么 其实就是没有吃 你就活不下去 那么你就没办法休息 那么你因为这样而生病 因为这样而没力气 那么你就没有办法休息 没办法休息 你就没办法出离生死 你就一直要受苦 所以吃只是为了能够休息 能够有力去休息 但是你现在不是因为这个原因 你现在却在这个饮食上不断的执着 不知节量 就是没有办法节制 而吃过多了 或是贪求过好 贪求无厌 不但专在身体上着想 就是经常想着要让自己好看 让自己更加的强壮 那么智慧上就是美味 就变成美食家 对施主也会起颠倒心 生贤任心 多生烦恼 多作恶愿 因为佛陀时代 米丘米丘 这种食物是由居士供应 那么这些君士 他供应你 他不是依着你的 你想要什么 他就给你什么 不是的 他有什么 他想给你什么 那么你才有什么 所以你有可能 得到的是好的 或是不好的 在佛地址里面 像早期六学补修 他专门就去 对这个品识 就是专门去哪一家有好的 他就去哪一家拖 那么这样就是会造成 你这个贪求这个好的 或者贪求这个多 那如果人家给你不好 那么你就会嫌弃 就甚至会责骂 或心里面会怪人家 为什么拿这么差的东西来供应我 那么这样就会 你饮食不但不能帮助你修行 还会因为你这样造业 而障碍你修行 所以你在这一点上 因为你每天都要吃嘛 那么脱波一天脱一次 一天只脱一次而已 但是人家供两个不一定 佛陀时代 佛陀是在吃饭 他就两种 一种是脱波 一种是硬供 脱波只有一次 就早上一起来 早上一起来 太阳刚出来 早晨大概四五点的时候 大概五点多 五点六点 那么你就去脱波 一大早人家都还没去上班 上班了你就可以直接脱波 就是你准备好 然后你脱回来 就脱那一次而已 但是中午以前都可以去运购 就是人家全女去他家吃饭 或是人家把这个饭菜 带到四月里来 供养女 你就在四月里面吃 像这个节下的时候 三个月下雨 你就没有去脱波 人家把东西带到四月里面来 天天有人送 像这个 像这个大架设在截截 截截经典的时候 我密后大架设截截经典 有的时候四个月 有的时候七个月 有三个月 不管他过久 那么他截截经典的时候 他也是没有出去的 大家灌在里面没有出去的 也是国王派人送过去的 所以 经常性的是脱波 但是有特殊 你就节下的时候 或者有特殊群警 他其实就没有脱波 就运购 人家送饭菜去 或是人家请你去他家吃饭 那请你去吃饭 基本上都会吃比较好 脱波就不一定 有时候脱好的 有时候脱到不好的 那像佛弟子里面 那么虚布提专跟有钱人脱波 那这个大家是专跟穷人脱波 那佛所知道的就跟他们讲 其实他们不是贪 他们都正阿罗汉人 没有不会贪吃 绝对不会贪吃 被食物也没有特别的 也没有特别的爱好 那么多少量也没有特别 他们都正阿罗汉人 绝对不会贪酒食物 但是虚布提这么想 虚布提讲说 这个有钱人 过去中有修行来的 会布施来的 如果这一生不知道布施 那么他就会开始变贫穷 难得他这么有善根 难得这么有善根 知道要布施 应该让他继续这个善根 所以他就 他就因为这样 大部分都是跟这一些 他认为有善根的人 要让他善根延续 所以他们都尽量去跟这个有钱人 泼泼 那个大家社就不是这样 大家都觉得这些穷人 天堂不省 所以才造成这一生 这么贫穷悲贱 如果但是就是他没有善根 不知道又修学善根 现在如果不再布施 那么未来还会更穷更苦 所以为了这一些人 要给他们因缘 所以就专门去跟这些人脱钵 但是这些人给的都是比较不好 但是他不在意好不好 那么这是关于脱钵这两个人 那关于脱到的饮食 那也有两个人 经典里面讲 一个就是大家社 一个就是伯居友 那么大家社脱钵 有好的不好的他都吃 他没有关系 伯居友又不是 伯居友拖到好的 他把好的挑出来给别人 他不要吃 他只吃不好的 而且伯居友他是长寿定义 没有病定义 他专吃不好的 可是他非常健康 不会生病 他非常的节俭 所以这个关于饮食 又有点不太一样 但是佛法 佛法对于这种饮食 他有一些规定 那这个 这个后来 我们最常念的就是十存五官 就是在吃饭的时候 因为中国他没有去外面脱钵 就是我们北传的 基本上是不去脱钵的 南传的 上传的好像也没有脱钵 上传的也没有脱钵 南传的才有去 那么北传的基本上没有脱钵 那没有脱钵吃饭的时候 他基本上做五种观想 我们叫十存五官 这个十存五官 应该是祖师大德综合了经典里面的意思 那么把它列出来 那吃饭的时候 其实都要做观察 显思 这个官就是显思 你要这么想 要这么看 这么看待吃饭这件事 那第一个 至宫多少量米来充 第二个 存级得二以全缺一共 第三个 第三个 房心已过 貪忍而重 第三个 正式养药未养成功 第五个 第五个 未典到月宇宙起始 第五个 未典到月宇宙起始 我说的饮食要做什么观察 然后所列的 然后后来就变成 每天吃饭都要列出的 季工多少量米来充 那吃饭的地方就叫做五官堂 就变成是这样 那季工多少量米来充 看这个都很好 很好懂 这个比较有问题 就是 你这顿饭 来之不易 就是导师这里讲的 人家要辛勤工作 然后舍给你 那你不用 你都不用那么辛勤工作 你就可以知道这一门发展 所以 他得来不易 就是 这顿饭得来不易 那你要想一想 如果你不休息 你怎么样抱十足 其实导师讲的就是这个 如果人家 人家 像这里讲 就是说 这个 他说 为了 就是 有了种种的这个苦难 才得到这个 所以说 你这顿饭得来不易 然后 你如果没有 得恨 没有好好休息 那怎么样抱这个十足而已 全缺一宫 就能够 能够 能够拥有这些 那即使有稍微一点不行 那么 也是人家辛苦 努力得来的 你应该 不可以在这个食物上 防心一宫 你这个心 你要防止这个心 你就是偏女 有偏差 那么产生过失 那么 就是 有什么过失呢 就是直取 有贪 人家给你好的 你就贪 人家给你不好的 你就秤 就有这些 那么 那么你还贪什么呢 贪 贪等为终 基本上就是 你应该要知道 这一些东西 那么 就是 就是得来不易 那么 这些 你不能够贪 贪上他什么 贪他的色香 一般食物 我们就在五欲里面 五欲里面 五欲里面 五欲是色生香味醋 所以我们说过五欲 色 生 香 味 醋 那么孔子说 人的根本欲望 有两个 饮食跟男女 这两个 这两个是 之所以 第一个就是 能够让你活下去的 第二个 能够让你延续下去 种族延续下去的 饮食跟男女 那么这两个之所以 很难 就是容易生起过欢 主要是因为 他都是 叫做 肆欲杂成 这个饮食 因为我们会 第一个他好看 我们叫做 一般我们叫做色香味 我们就是说饮食 色香味醋 其实还有醋 就是 吃进去的那个口感 细滑 色香味醋 色香味醋 那男女是色 生 香 醋 基本上 他都是 就是比较重 那 摊等为重 就是 你不可以 摊 就是 好吃啊 好看啊 味道好啊 口感好啊 不可以 摊这些起摊起身 那所以 那所以 应该要 要 以这个心 不要 让这个心 防止让这个心 贪着 这一些 饮食 和这一些 乳味 那 以这个为主 正式良药 喂咬咸咸 你要 你要 那你现在 那你吃这个 你要知道 我吃这个 就是这里讲的 只是为了要休息 要了让我气力 老实讲 这里 那么 不是为了面色 红润斑眼 这个也是 摊 不是为了肥壮 有健 无病或长生不老 那么 这个就是 你 也是在这个 摊的围中里面 就是你摊饮食 或是摊 吃了这个之后 那么 你会怎么样 那么 只是为了生存 正式良药 未了辛苦 你只是 都要让你身体 有气力 能够生存下去 维持营养的需要 不致应 饥渴 疾病 和头脑 这个就是正式良药 未了辛苦 那么 身心有力 才能修行 求你生存 这个就是未尘道业 因受此时 不愿修行 所以 他这里 其实是把十存五官 白话讲的 好 四种 就是 十一住行 都要 这里只讲饮食 而已 但是佛陀 其实规定在 十 因为我们有所谓的 四种基本需求 四种基本需求 是饮食 衣服 获具 医药 这是人的四种基本需求 饮食 衣服 衣服 那这里只讲到饮食而已 因为饮食是比较根本的 比较容易贪着的 过去 跟医药 中国比较没有对这一部分有 就是我们的客奉本里面 比较没有在这一部分食肠提醒 基本上就是吃饭的时候有十存五官 那南传的客奉本基本上 依据佛陀当时就是 你在饮食 衣服 过去医药里面 多要观察 你不要起贪 我把南传的客奉本拿来 我们来念一下看一下 他这里是这样子的 比如说饮食 饮食 衣服 过去医药 所以你要吃饭的时候 他是这么写的 他这个是早晚客奉本 那他里面 因为我之前去泰国 他们也都是这样念 就是你早晚都要这样想 那里面有关于饮食衣服 过去医药 其实这个蛮不错的 他说 他说 吃饭的时候他要这么想 我之所以今天吃这个饭 我所饮用过的饮食 我不是为了玩乐重情 就是我们这里讲 老师说是云立这里 其实是玩乐 放逸玩乐 就是这里重情玩乐 那我不是为了重情玩乐 也不是为了肥壮 老师这里讲肥壮 也不是为了美丽 也不是为了装饰 装严 只是为了让这个身体能够支持生存下去 只是为了滋养这个身体 让他没有损伤 像老师这里写的也有 那不是因为饥渴疾病和苦难 那用来帮助我修犯恨 那么这个是 这个是在吃饭的时候 你都要这么想 那 饮食衣服卧具 卧具就是 娃娃你住的房子 他是这么想的 那么 我今天住在这个房间里面 你不会看着 我住这个大房 什么东西 就是你所住的地方 他说 我只是为了排除寒冷 排除炎热 因为你住在房子里面 冷的时候不会很冷 热的时候不会很冷 上面有挡住 所以只是为了让我不会过冷或过热 这个跟衣服也有关系 衣服卧具这个 房子跟衣服都是这样 那么为了排除 这个衣服 蛮蚊蚊蚊蚊 就是 你要被宠咬了 被宠钉了 就是你的衣服 你穿这个衣服 衣服跟卧具都是这样 那么 那么为了避免 天气恶劣所造成的影响 那么 又适合修行的地方 所以我有这个衣服跟这个房子 那 医药 用药的时候 要这么想 我之所以吃这个药 是为了去除我的病痛 那么 让我没有病 可以 可以好好休息 那么 得到 从疾病中得到安事跟自在 好 那么 那么 衣服也是一样 基本上就是去除 去除寒冷 去除炎热 去除文房 然后另外一个就是遮羞 那么衣服跟卧具 跟房子 就是跟房子差不多一样 但是它多一个就是遮羞 比如说 衣服它基本上有几个作用 一个就是遗寒遗恶恶恶 看寒看六 一个就是遮文影 遗免被重遏 第三个就是遮羞 第四个就是别身份 最重要是别身份 是别身份 我穿这种衣服 这个是书家座 这幅是南传的 北传的 藏传的出家中 其实衣服不太很难 在佛陀时代 沙门有很多沙门集团 那么衣服可能不太很难 那你这个是佛教的沙门 你这个是奇纳教的沙门 你这个是布兰迦瑟的沙门 不一样 所以他第一个是别身份 试别身份 第二个当然就是遮身手 你没有穿衣服不能看 那你如果 第一个你穿衣服就知道你是沙门 你是哪里的沙门 这个是别身份 那么遮身手 就是你可以 你没有穿衣服你就很难看 就是不要那么难看 那遮身手 第三个当然就是有了衣服 就比较不会受到冷跟热 就这样的影响 然后第四个就是遮蚊 就是他就是避风寒 第四个就是防蚊瘾 就是不会被酬药 那么衣服基本上就是适合公用 那么他在他不只是饮食的时候 你要想 你穿衣服的时候 你吃饭的时候 那这个你住在房子里面的时候 你用药的时候 因为有时候生命要用到药 药不是常常有 那但是就是如果要用的时候 你也要这么想 就是你的基本需求 你都要想 你都不能止取 那这个是 那就是修行上他佛陀 佛陀告诉佛陀佛陀 应该常常做这样的行私 那重点是饮食 因为饮食比较容易起汤 那衣服握去也会 甚至在医药上都会 那这个也必须要稍微理解 好 那第三个勤修勿余将 他说有关睡眠的修持法 我们平常基本上就分三个食法 平常的时候 吃饭的时候 睡觉的时候 就这三个 那这个就韩国我们 我们一生 我们就是平常的时候 要不然就是吃饭的时候 睡觉的时候 那现在是睡觉的时候 那到底要怎么个睡 那有一些人其实很难睡 睡不好 那睡不好其实是很辛苦的 睡眠品质不好 那到底我们要怎么睡 所以才能睡得安稳 有一些人很难睡 要看安眠药 我知道很多人睡觉 要看安眠药 所以其实吃不下 睡不好 那么这个其实是最辛苦 那他说为了修养身心 保持身心的健康 睡眠是必要的 那么有没有可能不用睡呢 大部分的人跟吃饭一样都需要 但是如果有少数的人 他可能不用怎么睡 没关系 但是可能小睡 或是也不太像是睡 因为就是他如果有禅定的工夫 或是他的工夫很好 有可能也有可能就是不用睡也可以 但是他在病中 他基本上 因为我们是会耗惠 耗惠这个体力 所以我们需要休息 让他复人 那大部分的人 绝大多数的人都需要睡觉 那动物里面 就是友情里面 那么睡觉的时数不太一样 像我们大概就是六个小时 你的人睡多一点八个小时 那么你如果有禅定工夫 或是你常常打坐的话 还是心情比较就是比较 没有那么复杂的话 基本上四个小时就够 所以大概是四到八个小时 那更少一点的大概两个小时够 但是一般人来讲 大概四到八个小时 那过多了 基本上就可能是不太健康了 那动物的话睡最多 好像蚁蚁蚁 好像睡十几个小时 动物睡多的话 有的睡十八个小时 几乎整天都在睡觉 那人大概就是六到八个小时 那少一点就是四到八个小时 那更少其实两个小时 七十五次就足够了 那他这里讲 他说为了修养身心 保持身心的健康 睡眠是必要的 那我们说 后面都是佛教出家中怎么睡觉 怎么休息的 睡觉又怎么休息的 那我们先说 有一些人连睡觉都没办法睡 他睡不着 他没有办法睡 那有一种就是能够千里 就是他不容易睡早 而且睡早了 醒起来就不容易再睡 那这个其实也很辛苦 那睡眠不好其实是很辛苦的 那睡眠品质其实跟 当然第一个跟你的体质有关系 那么第二个就是跟你的习惯有关系 第三个就是跟你心事有关系 大概是这样 跟你的身体 那身体状况不好 那么很可能不太容易睡 睡早容易做入梦 那么这是一个 第二个是你的习惯 你睡觉的习惯可能不好 有些人睡觉之前 喝咖啡喝茶 或是睡觉之前做什么 那么或是睡觉的知识 那么不对 那么这些也会造成你睡眠品质不好 那么再来一个就是 心中太多事 烦恼 忧郁 不安 恐惧 这也会让你睡不着 那么你常常在烦恼一些事 你的睡眠品质就不好 所以说你心里面太多事 会让你比较没办法睡 即使有睡 也没办法睡得很安慰 所以基本上 我看过很多就是有一些睡眠品质很不好 那当然有很多种原因 但我们看主要是这三种原因 那你要能够改善 必须要看你是因为神 身体不好 有时候也没办法睡 但是如果你有在打坐的话 那么打坐的功夫还算不错的话 基本上 基本上我会超过四个小时 你睡多了反而会很辛苦 你睡过头会很累 但是如果你累还是要休息 你不睡也是会累 但是你睡过头会更累 睡过头会更累 但是如果你平常 第一个你心中没有太多事 那有在打坐 然后身体又比较没有吃一些 比较负担 比较负担重的 那么这些食物 那基本上 基本上睡眠是 应该都不会太长 就是很好睡 什么时候都能睡 睡早了 就自然会醒 那这里讲到 他说一佛制 就是规定了 初夜 他这里讲的 如果我们照这里来说 一般六时 他说这里的初夜是 晚上六点到半夜时 不是 他说六时天黑夜分 又晚上六点天黑开始这样 叫做夜 那么天还没黑叫做昼 我们叫昼夜六时 这里 搞得这里是讲这样 那其实有很多种分法 昼夜六时 昼就是白天 那夜就是晚上 六晚 那么如果这里讲 晚上 晚上是六点开始送 六点天天 就晚上六点 我们再用24个小时来算 就加十六 就十八点 今天来讲 好 那如果这样来讲 他这里讲初夜 初夜就是 从这里开始算 十八点 用二十四小时来算 然后 然后 他一天是 一天是六时 所以一时是 一时是 他是这样的 六时是 初中后 日 日初 夜 一般是 一般是 日初 日中 日后 初中后 叫做 叫做 初日中日后日 那么夜 初夜中夜后夜 初 中 后 日 那我们通常都讲 那我们通常都讲 这个 初日 中日 后日 那么 夜 初夜 中 初夜 中夜 后夜 初夜中日后 基本上是这样 六时 这个叫六时 印度人只讲六时 那中国是讲十二时 直丑云毛 沉湿五味 生有虚汉 他讲十二时 那 我们现在讲二十四小时 就是一时是 就 一个小时 所以六时就是 他说是 现在来讲四个小时 四个小时 四六十四 那这样来讲 初夜 是晚上六点开始 那就加四个小时 二十二点 就到十点 晚上六点到十点 这个是初夜 然后中夜 中夜就 晚上十点 到半夜两点 到两点 后夜 所以 所以你看他这个 他这个中夜休止 也是睡四个小时而已 基本上就四个小时 其实四个小时 真的足够 但是如果你 就是 有一些人 基本上来讲 普通人大概要 六到八个小时 但是如果你有在打坐 或是你比较 如果你有那么多事情的话 那么四个小时就足够 那这个后夜是两点 就是早上两点到六点 那六点过后太阳出来 就日了 就又 就变成 日出日中日后 那一样是加四个小时 就这个是夜 那日出 就变成六点到十点 日中 就十点 到十四点 下午两点 那日后 就十四点到十八点 那 那过来就越业了 就这样 那现在是 现在是睡觉的时候 就这个时候 中夜 这个是休息的时候 睡觉是睡这个时候 那一般就是十点睡 睡到两点 如果像我的话 基本上不是睡到两点 那睡到四点 那四点就要开始起来做 差不多就要做早课 那有的更早 那以前好像 五点三四八到两点就行了 那有些更早 那一般大部分到场 都是四点到五点起床 要做早课 那睡觉大概就是 就是十点 十点睡觉 十点就安排 一般是十点安排 差不多就是 就是 以前 以前大概就做这样 好 那我们来看 那现在来看是 到底 到底佛同规定要怎么睡觉 那 他说 所以他这里是 初夜 是六点到十点 二十个小时 二十八点到二十一点 后夜 是上午两点到六点 出家弟子 都应该过着精神及静坐的生活 那么 中夜 是应该要休息的 但应勤修觉悟于家 那么 那 就是应该要睡觉 那睡觉 为什么还要休息觉悟于家 那是什么意思呢 他说 睡觉也还要休息 善醒也静见 好 他说 睡眠时间到了 就是晚上十点到了 要睡觉了 但是不是躺在床上睡觉就好 不是 因为很简单 他说 要先洗洗浊 要洗脚 为什么要洗脚 晚上睡觉 为什么要洗脚 因为 他睡觉完全是在外面进行 他前面不是讲的 他是这样 我们以难陀 因为这里讲的四种修行方法 在阿安经里面 有举难陀为例子 就是密户根本 隐时之皆量 勤修悟于家 他一正之而终 这个都以难陀 难陀是修这个最成功的 那佛陀就以难陀来做例子 告诉大家 那平常怎么修 吃饭怎么修 睡觉怎么修 睡觉怎么修 那他这里讲到难陀 这个 作者精行作才 初夜精行作才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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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十分钟